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知识阅读篇第四集 认识美国 那现在有11个YouTube频道当面讲英文的 我们继续讲下去 那你看要从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这样看下来 比较顺序 比较好了解 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这三集 栏秒沙特尼年纪寺 地独 第二集 美国 海浙 州 津特尼 津特尼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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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参与的美国 十分的参与的国家 在中国达05年纪文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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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 这叫常识,认识美国,美国是一个首强吗? 对它历史了解一下,来龙去脉不是什么坏处 当然你如果真的没兴趣就不要看 有兴趣了解一下美国,你就看一下 那第二个目的就是学习一下英文 看看人家的英文怎么用法 所以我们说美国一开始十三中 哪十三中,就是美国都是 因为美国当初是英国的,就是 这个信教的人,教徒 他有一些生活比较不如意的 生活好多就不会去新大陆开疆批土 那他们是,中间隔一个大西洋 大西洋东边就是英国,西边就是美国 那美国东边就是大西洋,那西边就是太平洋 那太平洋再过来,往西走就是到亚洲 所以从欧洲呢,往西走走到美洲大陆 再往西走就到亚洲,亚洲就是一个大陆 所以美国刚开始呢,就是在东部嘛 因为英国人从,这些移民的人 往西走,大西洋走到美国东部嘛 这就在现在纽约,纽约那个 纽约港那个圣灵女神那边,那一带 当然有的往北走一点,有的往南走一点 所以十三中是在美国的东部 有,信函布什尔州 马赛诸塞州,堪莱迪克州,罗德岛 这个非常小 纽约州,纽泽西州 我们一般叫宾州,宾夕法尼亚州 宾州 那个翻译,中文翻译都不一定 都有时候翻译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个中文翻译,有中国大陆的翻法 台湾,新加坡,香港等等,海外华人的翻法 德拉瓦州 马利兰州 维吉尼亚州 有贝卡,南卡 都是凯罗莱纳州 贝卡,南卡 还有那个乔治亚 就是以前 卡特总统的故乡平原镇 这十三中呢 而且变成美国呢 美国,当然那个时候是没有美国 但到这边写的时候当然写美国 就当初根本还没有 还没有独立战争,美国还没建国 一开始十三中是殖民地 Administer就是被管理 被这个 被统治,被管理 被英国 那时候英国是帝国嘛 就变成海外的属地 dependency 本来是依靠 变成属地的意思 Notherlies就是 尽管是怎么样 尽管只有十三中呢 不多 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地方政府 还有这个选举 就是open to 就是对谁开放的 就是让自由的人来选举 可是为什么打独立战争 英国不承认 美国说我们这些 成立十三中啦 我们自己管自己啊 有自己选出来的名义代表 自己管自己啊 但是英国不承认 所以后来闹大了 就很多纠纷了 还有税很重 和很高等地的地区 和这些地区 移民的地区 和这些地区 和这些地区 所有的地区 都在高等地区 和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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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 彩虹是在依静和在依静的礼物 因为这边就是 因为它不可能写那么细 所以有些会跳跃的感觉 就是美国十三州呢 它那个生育率就变高了 而且extremely非常的高 大家去那边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为什么现在不生孩子呢 以前是农业人口啊 生孩子尤其是男的啊 男的就可以帮忙种田啊 女的可以帮忙做家事啊 所以拼命要生 或者是要打仗国家打仗 所以上央以前变法 鼓励着要生孩子 要军人嘛 那现在为什么不生呢 而且当然喜欢玩乐啊 现在都积极生产了 所以就不想生 而且那个 以前小孩子好带嘛 给他吃东西就好了 很容易养 现在不是啊 现在小孩子花肥又高啊 又不能随便乱养 人家会讲话说养小孩子不好 所以很多年轻人干脆不生了 甚至更夸张 结婚也不结了 交女朋友可以 同居可以 甚至没女朋友没关系 自己解决 所以现在工业化国家 工业化时代 都不想生 就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 小孩子会脱累 而且这个 有时候对经济前景 也不太好 那经济好的国家 就比较会生 那经济不好 就怕生 所以台湾现在 这个 人口的成长率很低 因为年轻人 老是20几K 都拿2万多 当然好的 好的大学 学科技的 有时候一开始 就3万多 4万 5万也有 但是一般呢 大学不怎么样 一般也领个2万多 然后呢 房子运气不好 还要租个房子 这样信用卡啦 什么手机啦 还要吃饭 什么东西 不太够 不想生孩子 所以美国那时候 需要生孩子 这种庄稼嘛 需要人口 然后死亡率 就变得比较低 然后这个很稳定的 一个移民的 所以这个殖民地 这13周 人口就增加得很快 Eclipse 本来是那个 日食 日食的意思 可是这边当然 不可能是日食 就当动词就是 因为日食就失色啦 日食就是那个 这个被盖住啦 这个被月亮盖住啦 月食被太阳盖住啦 就是失什么失色 就是超过了 超过了这个 那个使这个 印第安的人口呢 失色不少 什么意思呢 美国一看 那个殖民地一开始 英文不多啊 然后看印第安很多啊 结果印第安人 也就那么多啊 结果那个殖民 越来越多啊 又拼命生小孩啊 后面啊 一波接一波 又移民到新大陆 又移民到新大陆 新大陆好啊 土地啊 可以圈地啊 到那边 土地很多 随便都是你的土地啊 人越来越多 所以就使那个 土著的 印第安人 人口 相对失色不少 感觉上人就 越来越少 相对论嘛 然后那个基督徒的 复兴 复兴主义者呢 叫复兴啊 从那个 从1730到1740 就是 以什么为文明呢 就是后来被称为 大觉醒时代 美国有 好像四次吧 四次大觉醒时代 就宗教改革了 但不是欧洲大陆的 宗教改革 就是 大概讲起来就是 他们觉得说 他们移民到 美洲以后 跟他们当初的这个 很多的原始的 想法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 重新来思考 定位的方向 这在美国 影响很大 那宗教一般 可能没兴趣 可是它对美国的 文化都影响很大 所以像美国 那个立国精神啊 美国的习惯 都跟宗教改革 会有关系 但比较大的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尊重妇女啊 尊重人权啊 哎呀 这个 废子奴隶啊 等等 这影响很大 所以譬如我们 有些美国很多 很有礼貌 这个很信仰神 这个众生平等 怎么样的 这很多都是跟他有关系 大觉醒 运动 他不是一次 好像有四次 然后 few就是加油量 就是 增进了 增进了 interest 就是 interest 就是那个 增进了这个 宗教 还有跟宗教自由的 各方面的 这利益 这些各方面都 都增加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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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the 7 years war known in the U.S. as 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 British forces captured Canada from the French With the creation of Province of Quebec Canada's Francophone population 会 remain isolated from English Speaking Colonial Dependencies Nuva-Skotia Newfoundland and 13 colonies 这边顺便了解一下 这一段比较 但还是有点重要 就是在什么期间 在七年战争 1756到1763年 因为写到这个时候 17可以省略掉 然后他是以什么文明 在美国以什么文明 就是法国跟印第安人的战争 法印之战 在那个战争当中 结果英国 英国的势力 因为英国跟印第安人合作 对抗法国人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仇了 所以后来 在独立战争的时候 美国殖民者被压迫 然后起来跟英国的帝国 总督军队打仗 法国就帮他报仇 帮他 法国帮殖民者 所以那时候 哪些人帮呢 本来一开始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原来英国是自私化的军队 力量大 武器什么都厉害 结果这个美国实战都打不过 但是呢 后来 法国来帮忙了 印第安也来帮忙了 都来帮忙 所以那个英国 然后 他又是在那边就地取材 比较方便的 英国有很多 当要武器打完了以后 还要从英国运过来 因为没有兵工厂 所以打到最后打不过 所以那个英国的势力呢 夺取Capture 夺取到了 加拿大 从法国手中 所以这个 加拿大呢 本来是法国的 后来变美国的 那当最后又独立变成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跟美国当关系非常好 所以跟美国关系最好 一个他邻国加拿大 一个就是他的祖先 英国 当然说欧洲纽西来 反正这五眼联盟 都是讲英文的 大家关系都很好 然后呢 什么建立的 creation建立的 就是这个魁北克省 魁北克他是那个 frankphone就是讲法语的人 frankphone这个字比较少用 讲法语的人 因为加拿大讲法语的人 就包括魁北克 就变得很 insolated 就孤独的 独立的 跟这个英国 讲英文的 这其他的殖民地 像是那个 Norva Scotia 或者我们这个叫纽芬兰 在13州 还有13州都不一样 所以到现在为止 加拿大还是很麻烦 加拿大你看2021年 你看他这个多少年来呢 你说加拿大应该讲英文 没错 讲英文 可是他有地方讲法文 魁北克讲法文 所以魁北克叫独立 非要独立的话打仗 像台湾要搞独立 可独立没那么好独立 独立可能要打仗 会死人的 以前燕门啊 什么什么 欧恩来啦 反正要独立要打仗 美国独立也是死很多人 这个英国 那个北埃尔 那个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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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埃尔要独立 也死很多人 所以那个独立不起来 所以那个 你到加拿大 一般讲英文 可是你到魁北克 他不跟你讲英文 他可能也会讲 他就不讲 这法国很奇怪 你到你到法国去 他也不太跟你讲英文 但你到日本是 日本不太会讲英文 不会讲 而且翻译很烂 那法国好一点 他不太跟你讲 因为大的国家嘛 你到德国 他也不太想跟你讲 你到小养国家就讲英文 excluding the native americans who lived there 这13 colonies had a population over 2.1 million in 1770 about a third out of Britain despite continuing new arrivals the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was such that by the 1770s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americans had been born overseas the colonies distance from Britain had allowed development or self-government but their unprecedented success motivated British monarchists to periodically seek to reassert royal authority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excluding 去除掉 排除掉 排除掉 印第安人 本土美国人 本土美国人 印第安人 就像台湾 台湾就是 原住民 为什么叫 本来叫高山族 不好听吗 原住民 最早是台湾是 这个高山族 原住民 或者叫三地人 等等 原住民 后来不好听 叫原住民 后来才是汉人 当然有人说 这个 台湾的原住民 是南岛民族 从东南亚那边 过来的 并不是汉人 就是排除掉 原来住在美国的 美洲大陆的 这些印第安人 不算 这13州 人口到了1770年 变成百万 就是才两百多 人也不多 现在三亿多 但是一开始人不多 才两百多万 可是也不少了 等于从英国 来了两百多万 也不少了 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英国 那也不得了 英国 比如说 他这边 两百万人 相当于这个 这个英国 那英国才六百万 当然现在英国多了 所以那个时候很早了 现在英国大概也 七八千万吧 还没破亿 就是大概英国三分之一 也不少了 等于三分之一都落跑了 那还得了 Despite 就是尽管 Despite尽管 这个继续的 这个不断的 涌入新的移民 但是rate 就是自然增加率 人口自然增加率 就是生下来吗 就生下来 就当地这个 这个殖民者 移民的 他生了 因而新生率 增加率 就是那个 那什么东西呢 就到1770年 这个数目呢 是怎么样呢 就是只是一个 small minority 只是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美国人 had been born of the sea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美国人口 主要还是外移 从英国过来的 当然也有其他国家过来 新生的人口呢 虽然是已经有一些了 可是 就当地的美国人 这怎么讲呢 美国的数目呢 还是 比如说200万人 大部分呢 还是在美国出生 他算是移民到美国 他还是在国外出生 可能七八十岁 十一岁 二十岁 三十岁 就是出生以后 才到美国 他的人数还是比较多 美国新生的人数比例 还是比较低 就表示移民多的意思嘛 那这个 这个殖民地呢 distance 跟这个英国的 distance 就是隔离 distance 本来是距离 就是疏离感 就是那种 因为 因为他们已经 到美国去了嘛 所以双方面 越来越疏离的 因为时间一久嘛 就是说啊 一开始是 我们全家从英国过来 我们图成都 就像台湾这个 1949年 来台湾 那一代的 很有对大陆的情怀 那下一代就弱了 孙子更弱了 就这个意思 就可能到他儿子的时候 爸爸妈妈 你们从那边过来 可是我不是啊 到孙子背着 英国关我批事 到真孙 这是火星月球上 跟我没关系 就一样 就像台湾也是一样 老一辈的外甥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 但儿子背呢 也还有点感情 到孙子背 真孙背 这都怪我批事啊 这个大陆又对我们不好 所以两边就疏离感 就很大 就是 然后 就是容许呢 就造成什么情况 造成这个 政府自治 就这样了 因为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移民者就觉得 我们是 大英帝国的子民啊 这个你们派军人啊 派政府官来管我 天经地义啊 可是慢慢他说 我们要自己管自己啊 这不是 那是我上一代的事情啊 我们自己都要管自己啊 就只有建立自己政府 但是他们一个前所未有 unpresident的 前所未有的一个成功 因为殖民很成功嘛 然后Motivate就 刺激到了啊 这个 英国的皇权的君主 英国那时候好像 乔治四世吧 好像 他就是英国的国王 不叫皇帝 国王 希腊叫皇帝 叫国王 就periodic 就是三不五十的啦 间歇性的啊 就有时候啊 就是寻求 seek 寻求一些机会去 reassert 确认 他的皇权 因为这个 国王不干啊 国王说 哎呦 你们刚开始还服我 而且到了儿子辈啊 孙子辈开始 不服我了 自己选代表 应该是我派 我派官员去管你啦 我派民意代表啊 所以 所以当初大陆 来台湾 蒋介石也是一样 叫万年国会啊 那个民意代表 都是大陆选啊 不管国民大会啊 立法院 那台湾很多人都不高兴啊 说这奇怪 你是大陆来老人家过来 你也不能代表台湾啊 结果蒋介石那时候 当白色恐怖的 不行 就他 而且 不改选 不改选 叫万年国会 当后来 后来被 被打破掉了 就差不多的意思 Indipendence 我们这边 他接下来另外 一个大的 就是 独立 还有扩张 美国独立跟扩张 独立就是建国了嘛 扩张 一开始有13周嘛 后来为什么变50周 就慢慢扩张了嘛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f War fought by the 13 colonies against the British Empire was the first successful world of independence by a non-European entity against the European power Americans had developed an ideology of republicanism asser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rests 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in their local legislatures to demand their rights as Englishmen and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The British insist on administering the empire through parliament and the conflict escalated into war 这段稍微长一点 那就是 美国 革命 战争 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这边有那个革命 就美国 独立战争 或者美国革命战争 Fought by 就是由谁打呢 有13周 against 这很好用 借气词 其实借气词在英文很好用 可是我们一般借气词不太会用 后面跟这个名词 就表示原因啊 这个结果啦 理由啦 时间啦 这一大堆意思 这很好用的 所以against就很好用 它也不是动词 它就是反对 它就反对应该动词 它不是 借气词它可以有千变万话的意思 可是它很特殊叫借气词 也不叫名字形容词 对抗这个 这个大赢帝国 凯战 它是一个 第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战争 而且战争有什么成功 失败 站在两败俱伤嘛 但不是 它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 就是independence 就是它获取 美国就独立了 就是借由一个 非欧洲的实体 entity 政治实体 对抗个欧洲强权 什么意思呢 美国 欧洲以前都是 英国打法国 法国打德国 都是欧洲的国家 当然有赢有输 都是欧洲列强在打 结果欧洲列强输掉了 输给一个 不是欧洲的强权国 但美国 美洲嘛 那时候美洲是花外之名 花外之地嘛 而且败给一个 不是 这个 欧洲的强权 这个意思 第一个案例 欧洲列强输了 输给 欧洲以外的国家 输掉了 那美国人呢 他就开始 因为独立以后 建国就变美国了嘛 本来是英国 就变美国了嘛 所以独立战争以后 美国就独立建国啦 7月4号啊 他就发展了一个 ideology 一个意识形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共和主义 什么叫共和主义 当时很新鲜啦 那现在你说 不是共和主义 就很奇怪了 那当时是共和主义 就很奇怪 什么意思呢 以前都是说 君主国家 都是国王啊 皇帝啊 都君主制啊 或者最多 就是君主共和啊 都是有国王啊 英国到现在 还是有国王 名义上的国家领袖啊 共和主义就没有了 总统 什么叫共和 老百姓决定 老百姓来 来共同合作 没有皇帝啦 然后呢 就自己选啊 老百姓当家做主啊 你说老百姓 可以选国王 不行啊 国王的儿子 雏君 太子 就是下一样皇帝 那共和就没有啦 就没有灭君主啦 那你说 就叫做总统 那总统谁决定 老百姓投票决定啊 这叫共和 本来是君主制 变成共和 那共和的特色是什么 民主 所以美国就是民主党 所以美国就是民主党 共和党共和党共和党 共和党就说 我们是有着民决定 民主党说民主 但共和党基本上是比较保守 保守派 民主党是比较那个 比较是比较左派 比较主张要改变的 比较可以接受新思维的 所以美国就刚好一半一半 每次大选都差不多 就是当这边也不去细讲了 每次都是差不多 民主党共和党 反正有些党就是 永远支持共和党 有些州就永远支持 民主党 那会不会有些州不一定啊 可能 那叫摇摆州 所以美国每次大选的总统 这个蓝的州也不去 红的州也不去 都去摇摆州 为什么 你去蓝的州没用啊 去红的州没用啊 因为支持共和党的 你去他也支持 你不去他也支持 你都只去摇摆州 但是你没有去那些州 就是清零点去一下 人家也不介意 反正我就挺你啊 我就挺 我就有些比较那个 保守派的州 我就是挺共和党 比较那个像比较新的州 这个加州啊 纽约州啊 这些 他就支持民主党啊 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那个 确认呢 这个政府呢 要rest on 要依赖于什么东西呢 will 这不是主动词的名词 意志 由人民的意志来决定政府 as expressed 就到他express 在他们的这个 地方选举上来反映出来 人民的意志 这个意思 然后他们呢 要求 right englishmen 他们 就是美国那时候 这个要求呢 要跟英国人的权利是一样的 不能当次等公民 然后以及呢 他要求什么呢 不能只缴税 而没有民意代表 所以那时候 美国殖民者 他觉得 说如果 我是赤等公民 我的权利 比英国人少 英国本土的英国人少 我不干 以及呢 我只缴税 只有义务 我没有权利 我不能选自己的代表 也不行 他们就主张这个 因为当时 一开始 就是 英国不准许 就是可以 有代表 但是是我皇帝来 我国王来派 你们不准自己选 美国就 我先选了 但英国不承认 随后来很多问题 就独立战争 就战争开打了 爆发了 所以这个英国呢 insist坚持呢 administering 就是要 管 要统治 要管理 insist 就是管理整个英国 这个英国帝国 那经由 我们就是 就是国会 我们叫 百乐门 所以像有百乐门 以前上海有百乐门 巴里 又叫巴里门 就国会 所以战争就 就爆发了 就是 英国就主张 有我国会 有我派 来管理整个帝国 也包括美国 但美国说 你 你的百乐门 你的巴里门 你的国会要管理 管理自己英国帝国 我没意见 但是 不要 不要管到我美国 美国我们自己管自己 英国 国家说 没这回事 这个意见不合 就开打 第二次 我们叫什么 叫大陆会议 整个大陆会议 所以它专有名词 unanimous 什么意思 这些是一致的 一致的决定 当然一致决定 因为这是 这是美国殖民者开的 不是英国国王开的 就是采取了 adopt 实施了 采取了这个 独立宣言 也可以说发表 这个用adopt 应该用deliver deliver 用那个比较好一点 不知道它为什么adopt adopt是采取措施 或采取独立的措施 也可以 但是这是应该宣言 独立宣言 应该就发表 它是一致的 一致通过 我们就讲 一致通过了 这个独立宣言 就是独立宣言 就是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在7月4号 所以美国的国庆 就这样过来 1776年 美国建国 7月4号 美国国庆 这一天呢 是Celebrate Annually 这边就写 这个是Celebrate 是庆祝 就是每一年都庆祝 庆祝就是 这个独立纪念日 在1777年的时候 大西洋宪章 不是大西洋 就是联盟的宪章 article这边是 本来是货品 物品 article也可以当 这个宪章 就是法律上的宪章 就是那个 这个联盟的宪章 建立了 建立了一个分权的 centralized集权的 建立了一个分权的一个政府 就表示 这要自治 一直运作到1789年 后来才换别的 好 这一段讲完 这一集先到这边 在1781年 在1781年 起庆祝 在1781年 起庆祝 在1781年 起庆祝 在1781年 立的 美国 称联盟 变成 联盟 变成 联盟 1787 A 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Retified in State Convention in 1788 就是defeat 就是战败了 这名字 当然动词又可以击败人家 所以这个字很讨厌 又是战败又是战胜 当然大部分是拜北 名字是拜北 动词可以击败 这很奇怪 siege就是包围战 围城之战 用siege 或者加一个under siege 被包围了 Yorktown 在1781年 这个约翰 这个约克 约克镇 那个英军被包围了 战败了 战败了 就确定 英国输掉了 因为为什么呢 法国去帮忙 印尼安去帮忙 一大堆 原因 而且这个英国呢 这个 太远 离这个本路太远 要运捕啊 什么这比较麻烦 这到最后输了 所以英国呢 就签订了一个 和平条约 在哪签的呢 这边当然没有写了 也不在美国签 也不在英国签 在英国签 美国签都有争议嘛 法国巴黎 巴黎的协议 在法国前 英国签认输了 那美国的统治呢 Sovereignty 或者它治权 美国的治权 统治权呢 就BKM变成了 国际上认可的 Recognize 认可的 而且呢 这个国家 就美国呢 这个country 也可以当乡下的意思 看上下文 美国的国家 Granted 就是被承认了 就是它的国土呢 就是这个 密西西北河一动 就是密西北河 已经是 就是 已经往西走了 就不是 不是当初的 那个13州那边 所以美国建国 只有13州 只有东部那些地区 后来慢慢的 这后面会讲 慢慢扩张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到最后48个 48个后来又买了 跟那个苏联买了 阿拉斯加州 然后用各种卑鄙 无耻的手段 就拿下了夏威夷 所以夏威夷那边 这个是一个畅商市 不是夏威夷愿意的 他不是说我要自动加入的 他经过了很多的手段 Attention就是 紧张的关系 就是美国和英国紧张的关系 依旧 Remain 依旧 Horever 但是呢 Horever 就是引起了 1812年战争 又打了一架 1776年独立吗 就英国不甘心 Horever 但是呢 两边打的一架 最后是 Draw 本来是动词 把东西拔出来 画画 很多意思 那名词就是拼手 打的拼手 那国家主义者呢 所以他这个会跳 因为他没办法讲那么细 所以感觉上他会跳 那国家主义者呢 就是导致了这个 或者 就是引导了一个这个 费城 Pelodavia 费城的一个协议 Convention 是一个大会 协议 就是导致了这个 在这开了 178县 开了 那个 费城 大会 国家会议 费城会议 然后呢 写下了 不得了 美国宪法 所以大宪 看167 美国宪法 那美国宪法 有几个呢 51个 奇怪 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宪法 美国当然一个宪法 联邦政府一个宪法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 那50个州 各有各的宪法 所以美国 有50个州 50个宪法 小宪法 跟一个联邦的大宪法 所以美国各州 都有参议员 你说参议员是 我们一般倒是讲 联邦的参议员 众议员 各州有啊 所以美国 各州都是一个 小型的政府啊 所以 所以美国总统 你说很大 也不是很大 那各州是他管不了啊 但是 另外来讲呢 那联邦也不能没有啊 因为各州 如果跨联邦的 全国性的 那需要联邦政府啊 比如说国防啊 外交啊 这些啊 所以那你说 那美国 那个警察办案 如果跨州怎么办 FBI出来了 那如果说 对这个海外情报 海外犯罪啊 什么东西 或者美国人在外国怎么样 CIA出来了 所以 FBI也是警察组织啊 司法组织啊 司法单位啊 那跨州 或者当然有些大的什么 反恐啊 贩毒啊 特大型案件 地方各州办不了 所以他办 但是 可是在国内的司法案件 FBI最大 他就不鸟 CIA 可是 一出美国 哇 CIA最大 他又不鸟 这个 FBI 所以他两个 就像美国 像英国的军情五处 就像FBI 管英国国内 反恐 海外的话 所以 詹姆斯庞德 是军情六处 他不是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 跟FBI 一样 管国内的 FBI 跟那个 CIA 不是 CIA跟那个军情六处 管海外的 所以詹姆斯庞德 0077Moyer 他是军情六处 就不是军情五处 当然 合作 FBI 跟CIA 还是要合作 这个 军情五处 跟军情六处 也是要合作 像 那个 以色列的Moyer 或者是 那个 就相当于 FBI 不是 相当于CIA 这样子 或者 以前的隔别屋 这个KGB 就这样 然后 这个 美国宪法 Retify 就是 在1778年 Instate Convention 在这个州的 都通过了 各州也都 也都通过了 最继续讲到这里